回顾影片 日志时代 西元1894年 蜻蜓与日本爆发甲午战争 蜻蜓战败 西元1895年 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将台湾 澎湖割让给日本 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长达五十年之久 日志初期总督府 为了有效地统治台湾 积极发展基础建设 各种文化 社会与教育制度 也随着日本的殖民统治传入台湾 不仅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 也改变了台湾的社会风貌 但在日本专制 高压 不平等的殖民统治下 引起了多起武装抗日事件 与非武装的抗争行动 虽然大多以失败告终 但也唤起了台湾人的民族自觉 日志时代的殖民统治 对台湾造成深远的影响 总督府进行了基础建设和各项开发 虽然主要是为了有效统治台湾 与获得经济利益 但也奠定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 并引进日本和西方文化 改变台湾的社会风貌 使台湾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元 重点整理 一 西元1894年 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战败 隔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将台湾 澎湖割让给日本 二 在日本专制的殖民统治下 台湾发生多起武装抗日事件与非武装抗争行动 三 日志初期总督府积极推动各项建设 奠定日后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 四 日本引进各种社会制度与教育制度 并传入新的文化 改变了台湾的社会风貌 五 日志时代的统治与开发 虽然主要是为了有效地统治台湾 与获得经济利益 但也使台湾的经济得以逐步发展 社会风貌 教育 文化方面也更加多元 互得越关系统治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